快为金钟50按赞 天天送5000 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的抽6万大奖 四名黑衣男把腿狂奔 往和平医院方向逃逸 打完人就跑前后不到几分钟 因为他们早就锁定对象 就是这间隐城的执行长蔡震宏 景气不好要这样盗版 因为景气不好 大家就娱乐的钱就比较不会花 隐城老板被打了鼻青脸肿 鼻梁鼓断裂 左眼视网膜出血 而且医生判断半年以上才能恢复 当时蔡震宏结束日本九州工会旅游 下飞机后搭游览车返回工会 结果就在骑楼等员工搬行李时 就遭到四名黑衣人当街痛偶 最近他刚去参加那个工会旅游 那参加完之后 然后应该是不舒服吧 对应该在休养 歹毒是锁定特定对象行凶 那趁被害人下车 站立在路旁之际 及徒手攻击 为何被打 西院执行长自称和这篇外电报导有关 因为内容就写 豪华隐城是比较透明化的院线 在一些小城市 西院拆给片商的票房 是一般北市票房数的0.2% 但隐城提供的数据 获利可在1.7%以上 意外说出业界不能说的秘密 可能因此被认为党人财路 豪华西院协对面的这栋大楼 已经空了五六年了 也有一说疑似就是这栋楼的卖与不卖之间 桥不拢所产生了纠纷 映城执行长蔡震宏1998年 就从父亲手中接下豪华戏院 中型戏院积极转型 加上立法院通过电影法修正草案 要建构票房统计系统 唯有事件是否和这有关 警方将往南追查 黑人下落 这有陈嘉明夜影台北报道